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奇喵 这一期我们来勾制这款超可爱的迷你束口袋 这款束口袋主要的针法是短针和枣形针的结合 颜色我们可以自行的去搭配 那接下来开始 勾针3.0 五骨的牛奶棉 首先,环形起针 先勾制两针锁针 这里的锁针不算针数 第一圈,在缓起的线圈,勾制12针长针 一 二 按照同样的方法,勾制完这一圈剩余的长针 12针长针结束后,将缓起的线圈拉紧 在这一圈第一针长针的针目,勾制一针引拔针 继续锁两针 第二圈,从引拔针的针目开始,勾制一圈长针的加针 重复12组 一组加针 两组,勾制完剩余的10组 在第二圈第一针长针的针目,勾制一针引拔针 锁两针 在同一个针目,先勾制一针长针 下一个针目,勾制一针长针的加针 第三圈的规律,是一针长针 一针加针,重复12组 在这一圈第一针长针的针目,勾制一针引拔针 继续锁两针 第四圈,从引拔针的针目开始,按照两针长针 一针加针的规律,重复12组 一组 两组 继续勾制完剩余的10组 在第四圈第一针长针的针目,勾制一针引拔针 第五圈,换白色线 线索一针 继续从同一个针目开始 在这一圈的48个长针的针目里,各勾制一针短针 48针短针结束后,在第一针,勾制一针引拔针 继续换线 锁两针 在同一个针目,先勾制一针长针 接着,在这一针长针上勾制一针变化中的造型针 续线,穿过整个长针,勾出毛线,拉长线圈,重复6次 再次绕线 再次绕线,拖出所有拉长的线圈,勾制一针短针 一针变化中的造型针完成 接着,空出一个短针的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先勾制一针长针 继续在长针上,勾制一针变化中的造型针 继续空出一个针目 在下一个针目,先勾制一针长针 继续在长针上,勾制一针造型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勾制完这一圈剩余的造型针 一圈造型针结束后 在两针锁针之后的第一个针目,勾制一针引拔针 继续换白色线 从锁针的针目开始,勾制一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在第七圈第一针短针的针目,勾制一针引拔针 换线 锁两针 在同一个针目,先勾制一针长针 继续在长针上,勾制一针变化中的造型针 接下来就按照一行短针,一行造型针的规律 将包身的部分勾制到第十二圈 在第十二圈第一个针目,勾制一针引拔针 直接断线,隐藏线头 换白色线,从引拔针的针目重新起线 锁两针 接着从锁针的针目开始,勾制一圈不加不减的长针 这一圈依旧是48个针目 在第一针长针的针目,勾制一针引拔针 继续锁两针 最后一圈,在每一针长针上,勾制一针外勾长针 这里的最后一针外勾长针,要和开始的两针锁针,勾制在一起 在第一针外勾长针的针目,勾制引拔针,锁一针,断线,隐藏线头 包带的部分勾制两条95针锁针形成的锁针链条 最后再用缝合针,将它们缝合在包体上 分别在两条包带边缘的位置打火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